进入第二回合 1946年3月的第二周 对了 有一点之前忘了说 每一格的距离是6公里 第一集团军的补员阶段 这个回合只能补员一个单位 不过上回合没有被消灭的单位 所以只有两个增援上场 一个指挥部和一个步兵师 海军陆战队可以包围日军的坦克旅 包围是指的一个单位相邻的6个格子 都是敌方控制区或敌方单位 由于撤退是无法进入敌方控制区 和敌方单位所在格子 所以当一个单位需要撤退 但又无法完成撤退时 那么该单位将被视为被消灭 所以被包围的单位一旦战斗结果是撤退 那就等于被消灭 现在在东京的日军坦克旅的相邻 6个格子都是敌方控制区或敌方单位 所以这个坦克旅被包围了 所以要完成对一个单位包围 最少花两个单位就能完成 这里是我村了 红色箭头所指的格子是日军坦克旅的ZOC 所以这个步兵师是无法进入八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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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移动阶段结束 以下得了八分 开始第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13比3 向下取整变为4比1 平地无修正 受指挥部影响向右一列 最终变为5比1 投出格2 第一 防御单位被消灭 然后下一场战斗 日军坦克部队每次战斗时 需要先投投子决定战斗力 算子左下的D 如果是小写的 表示战斗力是投出点数的一半 有余数就向上取整 比如投出3 3的一半是1.5 向上取整就为2了 算子左下的D 如果是大写的 就表示战斗力等于投出点数 这里我又村了 这个坦克部队的战斗力 应该是1 因为是小写的A 不过是1 还是2 都是7比1 所以没什么影响 7比1的6 EX 厉害厉害 死了也要拉一个电杯的 出现EX时 攻击方被移除的 必须是攻击力最高的单位 另外 日军的坦克部队被消灭后 将永久移除 无法补原 战后挺进 占领东京 又获取1分 那么第一级堂军的所有行动结束 第八级堂军本回合的补原 是一个单位 不过增援很多 还有两个坦克部队 但是 有一个登陆滩头 有日军单位 所以指挥部无法登陆 这个有点伤 进攻效率会下降很多 另外 无法登陆的单位 将自动变成下一回合的增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再想要不要让红色箭头所指的步兵师进入横滨 还是沿西面的公路 绕过东京市区 进入得分区域好了 并支援下坦克部队 进入横滨的话 要触发日军第36军的增援 本来挺进到立川附近的坦克部队 已经触发了第36军的4个增援单位 所以现在不想把第36军的8个增援单位全部触发了 说明下 除了美军进入城市以外 美军进入多摩川相邻格子 就会触发第36军的4个增援 然后美军越过多摩川 会再一次触发第36军的4个增援 因为立川附近的坦克部队在多摩川相邻格子 所以已经触发第36军的4个增援了 好 移动阶段结束 开始第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7比1 平地无修正 好好好 又是6 不愧是1亿遇碎 又带走美军一个单位 对了 美军坦克部队被消灭后 可以通过补员再次上场 然后下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12比2 平地无修正 但两个美军单位都是跨核攻击 攻击力减半 最终变为3比1 3比1的2 又是1X 西部的日军也太猛了 又带走一个 第八级堂军所有行动结束 由于适用的三人规则 所以日军部分东西部 所以补员数是2 加上一个战略预备对增援 补员是放在东京中心区相邻的6个格子里 另外 日军是无法进入东京中心区的 即使是撤退或战后停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开始第一场战斗 这场战斗期望结果是DR9号 这样就能挺进到香魔湾香林阁 下回合就有可能多吸引一到二个美军单位过来 居然是逃兵 说好的玉碎呢 另外 战略预备队被消灭后 也是无法补员的 永久移除 现在战斗力比是1比2 荒帝为左一一列 最终变为1比3 1比3的5 好吧 反倒被消灭了 所以打仗 纪律最重要 遇到逃兵真的没反完 想了想 使用挺身队勃勃运气吧 挺身队是日军玩家可以在任意进攻战斗制出投资结果时 自愿宣布使用并抽取一枚挺身队单位 重置本次战斗的投资结果 每次战斗最多使用一枚每枚抽取的挺身队单位背面 有一枚随机数字 当玩家抽到的挺身队单位背面数字之和大于等于90 该玩家立即战败相当于每局位避免伤亡 使用了原子弹 0 运气不错 好吧 还是5 进入下一场战斗 战斗力比是1比1 村庄为左一一列 最终变为1比2 6 A R 所有攻击方撤退一个 然后下一场战斗 东部的日军部队这么弱 东部的看来就只卡位就好 战斗就算了 战斗力比是1比2 村庄为左一一列 最终变为1比3 5 攻击方全面 不能忍 需要挺身队上了 1 还不错 还可以浪迹 自停身队 1比3的2 A R 这结果就比刚刚的结果更能让人接受 东部的部队实在太弱了 好了 日军的行动全部结束 第二回合结束了 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 东部的第一集团军推进的比较顺利 只损失了一个师 并占领很多村庄 东部的日军也按计划在两个口做好了防线 日军南面的防线就只能靠火力强行突破了 日军北面的防线很弱 只有一个师团防守 所以可以迂回包抄 如蓝色箭头所示 第一集团军下回合的计划大致就是这样 然后转到东部 第八集团军就稍微被摧歇了 日军南面的两个师团依然威胁着登陆滩头 如红色箭头所示 所以还得花一些兵力来处理 这样的话 北面的进攻就会减弱 而且由于北面的坦克部队的防御力较弱 没有步兵的保护 很有可能会被吃掉 即使北面的日军部队坦克部队进行攻击 依靠多摩川和荒地地形进行防守 第八集团军也不好突破防线 主要原因还是第一回合登陆滩头被占领后 没有指挥部跟进 即使坦克部队有高级动力快速前进 但没有指挥部的火力加成 遇到复杂的地形还是难以突破防线 最后西南面黑色圆圈的步兵师 还得继续原地防守 如果离开 日军增援的坦克部队投个五 就会再次占领登陆滩头 好了 第二回合就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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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